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am 歡迎收看每週的新聞英文 一個禮拜兩篇 但內的時事也了解相關英文單字 在影片進行途中 我會教各位時事的單字 以及長句的閱讀技巧 影片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會把全部的重點單字 全部直接整理在一起 第二個部分我會一邊講解中文 然後一邊講英文 讓你更快速的了解新聞的內容 最後一個部分我會進入到文章本身 進行逐字逐句的講解 歡迎各位跟著我從第一個部分 到第三個部分 英文保證會進步很多 那本週兩篇 第一天是寧靜步道 這看了就感覺非常讚 超級養趣 那我現在錄影的這一篇是第二篇 這個微博太空的望遠鏡 那新聞來源相當的特別 是space.com 不是BBC 不是不是那個我常常在做那個CNA 是space.com 來那我們看一下第二篇 這個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An Astronomer Explains the Stunning Newly Released First Images 那為什麼會選這一篇 因為 這一篇就是說 他有一個天文學家稍微解釋了一下 那個微博那個拍到的那個照片 他大概是那個什麼樣的概念 所以我就把這一篇找了出來 那記得搭配講義效果加倍 這個我有講義 連結放在底下 歡迎各位下載來收看 一邊有講義一邊上課 那個效果會更好 那新聞單字 重點新聞單字如下 首先第一個單字是 太空望遠鏡 太空望遠鏡這個英文叫 Space Telescope Space Telescope 各位這個就是望遠鏡 相當好記的一個單字 為什麼 因為前面有個Telor Telor是什麼東西 Telephone 各位知道嗎 Telephone 因為Telephone不是電話嗎 所以Telor這個單字就是有遠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它是遠的 那Scope 指的就是鏡片 Space 是太空 所以太空望遠鏡 聽文學家這個叫 Astronomer Astronomer 這個是聽文學家 然後接下來他就是有 超級漂亮震撼的那個 影像 這個叫Stunning Stunning 這個Stunning 非常震撼 那 我今天早上有看到新聞 這個 韋伯太空望遠鏡好像是 今天是21號 好像是昨天晚上 似乎20號 好像是20號晚上 根據那個NASA的那個 那個 總部的這個說好像他被那個什麼 微隕石撞到 撞到造成無法修復 各位 韋伯望遠鏡離我們非常非常的遠 所以萬一他怎麼了 我們沒有辦法修 所以這個算是我們地球人 就是韋伯望遠鏡 它是 這個 美國太空總署 好像跟歐洲還是跟哪邊 總共三大太空總署聯合來 坦升 就是聯合來做的一個望遠鏡 萬一怎麼了的話 那就變成 就是一個太空垃圾在那邊 那希望是不要啦 那他釋放 這個韋伯望遠鏡他推出了 Release Release 然後接下來他就有些 有些非常漂亮的那種星系照片 星系 星系的英文叫 Galaxy Galaxy 這個那個三星的手機品牌 名字取得相當好聽 星系手機對不對 Galaxy 那有些證據 Evidence Evidence 然後接下來是起源 他探索那個生命 還有行星的那種 誕生的起源 叫Origin Origin 這個單字有起源的意思 那這邊這個單字 它是有一套套房 這個叫Sweet Sweet 那 它這邊指的意思 就是 那個韋伯望遠鏡 它這個機械 這套器械 我等一下寫了一下 這個叫Instrument 那各位Instrument 各位你如果 國中單字你如果還記得的話 各位Instrument 它本身的意思是 那個樂器 對不對 樂器 然後它在這邊的意思就是 這一套機器 它說這一套機器上面的 一整套的設備 正常運轉 OK 所以它是這個樣子理解 Sweet 然後下一個單字器械叫 Instrument Instrument 好 那紅外線光譜 這個韋伯望遠鏡 它能夠捕捉到的那個紅外線 是哈伯的 但是有一個紅外線光譜 哈伯大概在這邊 尾伯大概是中間這一段 所以它能夠拍到 比哈伯望遠鏡更遠 更清楚的一個照片 這叫Infrared 各位這個叫紅外線 Infrared Spectrum Spectrum 各位這幾個單字都蠻特別的 那其實各位這個單字算是常用字 Spectrum 你大概知道一下Spectrum 那各位Spectrum這個單字 它是光譜的意思 它其實相當的好記 為什麼呢 這個跟Spectial不是長很像嗎 對不對 你看各位有看過光譜的圖案吧 很特別吧 沒錯吧 所以Spectial Spectrum 一起記 那下一個單字是平到波段 這個叫Wave Length Wave Length 各位Wave這個單字就是波 Length 這個單字是長 所以就波長 OK 那這個尾伯望遠鏡有一個遮陽板 它為了要擋住那個 太陽地球跟月亮發出來那個光 跟紅外線要擋住 所以它有個遮陽板 Sunshade Sunshade 好那發出的紅外線 發出 射出跟散發 Emit Emit 然後還有宇宙 Universe Universe 各位這是宇宙 然後接下來是星系團 那就是Galaxy 多加一個Cluster Cluster Galaxy Cluster 那推出了全彩高清帳 High Definition Definition 各位 Definition 如果各位仔細看 我先把它寫下來 如果各位仔細看 它就是你會看到中間這邊 看到什麼呢 這裡 Define 各位那什麼是Define Define就是下定義的意思 定義 各位你仔細看這個 這個D D是不是下去對不對 然後Fine是好的意思 所以一路下去都很好 就是要解釋得很清楚 Define這個單字有定義 那Define這個單字就是解析度 懂意思嗎 能夠讓你看得很清楚的那個解析度 跟這個中間這個字有關係 Fine 各位你只要掌握住中間這個Fine就可以了 Define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遙遠的星系 這個叫Distant Galaxy Distant Galaxy 各位Distant這個單字是遙遠的 所以遙遠的星系 Distant Galaxy 那接下來是放大鏡 放大鏡 這個叫鏡片 這個叫Glass Glass 那放大這個叫Magnify Magnify 各位我發現我的畫面好像凍結了 稍等我一下我處理一下這個 好啦應該可以啦 科技上的一些小問題 來然後接下來這個放大 放大這個叫Magnify Magnify 這個就是單字放大 所以Magnifying Glass 就很像是一個放大鏡一樣 接下來背景解說 各位這個就是韋伯望遠鏡 我稍微快速的講一下 那這個 它的那個鏡片大小它是有這麼大 好像有六點多公尺 大概就是兩樓半 這個就是我們人嘛 人的一個高度 那各位這個是哈伯望遠鏡 哈伯望遠鏡跟我們人類的高度是差不多 各位那你看那個韋伯望遠鏡 真的是嚇死人不得了 鏡片變這麼大 大概六倍 然後再來 這個就是跟各位剛剛說的 我看一下 這個這個地方 就是它的那個遮陽板 遮陽板 那這個鏡片主鏡的位置在這邊 然後呢 那個它擋住 遮陽板擋住那個光 太陽光會從這邊擋住 這樣子了解 那擋住之後它大概就會變成這樣 各位這個就是它遮陽板的位置 我畫一下 就是這裡 各位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它的遮陽板 那擋住左邊來的那個太陽的光線 那我們來看一下溫度會差多少 它這邊就是哈賽的對不對 85度C 大概就是左手邊大概是85度C 那右手邊擋住之後 各位這個是主鏡的位置 各位知道因為它是紅外線 各位知道紅外線是什麼 就是那個額溫 我們在量額溫不就是那個紅外線嗎 在測溫度的 那既然它要測到很遠很遠的溫度 它本身主機的溫度就要夠低 主機的溫度夠低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片遮陽板擋住之後它有多低 各位到-233度 各位你看它多厲害 各位這片遮陽板 如果各位仔細看的話 你如果各位我放大一下 好吧 我放大一下 這個好像有點晃 好 各位你如果仔細看 你會看到這個是 第一 二 三 四 五 各位它總共有五層遮陽板 那各位這個遮陽板相當的大 我看那個數據應該是至少好幾個 應該兩到三個 可能到五個左右 五個足球場大小的遮陽板這麼大 你就想嘛 各位 這個阻徑就已經那麼大了 你就稍微想一下 這個阻徑是兩層樓高 兩層樓高的阻徑 那你就想這塊遮陽板它要多大 那每一片遮陽板喔 比各位我們的頭髮 比我們的頭髮還要細 這看得多厲害 總共五片 那最後就能夠成功的把太陽把它擋住 然後那個 各位 韋伯望遠鏡離我們有多遠喔 它的位置叫Lagrange Lagrange 2 那個什麼我們中文翻譯叫做 拉格朗日 就是 就是那個 歐比 歐比中文叫軌道 它那個軌道在那個L2的那個軌道 有多遠喔 來 這個是哈伯望遠鏡 那哈伯望遠鏡我稍微縮小一下喔 這樣可能好很多 那個哈伯望遠鏡離我們地球是570公里 好 然後接下來各位仔細看 那個到月球 我們到月球的這個距離是這樣 哇 所以各位你看喔 那個韋伯望遠鏡它飛多遠喔 哇到這邊 Million 是百萬喔 所以這個是150萬公里遠 你稍微對照一下哈伯望遠鏡跟韋伯望遠鏡的距離 你就會知道它到底飛了有多遠 而且注意各位它全自動 它有點像雨傘一樣把它裝在一個套筒裡面 這個韋伯望遠鏡 先裝一個套筒裡面然後到了這個定位之後 全自動喔 就是包含遮陽板 主鏡打開全部自動 網路上有喔各位你去看一下 超帥喔很帥氣 然後各位這個剛剛就是跟各位講那個 它那個什麼Lagrange 拉格朗式 那為什麼會在這個L2這個位置喔 韋伯望遠鏡在這邊 韋伯望遠鏡在這邊 它進行那種 就是那種很特殊的那種轉法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地方 L2這個位置喔 各位這個是我們的地球 然後這個是太陽 然後這個位置 L2Lagrange這個位置喔 它剛好是太陽 地球跟太陽的那個引力 就是那個引力喔 互相衝銷 互相抵銷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行星 在這個軌道 它就會相對的比較穩定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 就剛好呢 各位你看這條線 懂意思嗎 它就是說 太陽 月亮跟地球 剛好都是一直線 所以它用一片遮陽板 就可以把背後 就可以把背後 來自於背後的 不必要的干擾全部擋掉 然後它就可以 盡情的往前看 就是畫個眼睛 盡情的往前看這個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那剩下的各位有興趣 你就網路上自己查 我就大概講解到這邊喔 它說韋伯太空萬元鏡團隊 發表了第一批 科學品質的影像 那這個 韋伯太空 Space Telescope Space Telescope Space Telescope 發表 這個叫Release Release 好 接下來這些影像 是人眼所見 最古老的星系 非常的古老 Oldest Galaxies 這最古老的 各位一百三十億年前 宇宙大爆炸是一百八十億年前 好近喔 差個五十億年 我們就能夠看到 宇宙最深的地方了 就是大爆炸 原始最原始那個樣子 那離地球一千光年遠的星球上 有水喔 還有水 他們怎麼知道 天文學要怎麼知道它有水 用光 他利用那個光的波段 他就能夠知道說 這個光這樣子過來了 這個波段 表示這是有水的一個證明 夠厲害了 來 One thousand light years 星球叫Planet 證據叫Evidence 然後以及星系誕生跟死亡的驚人細節 The birth and death of stars 星系 這個是birth 出生 death 是死亡 驚人的 Incredible Incredible 然後Details Incredible details 驚人細節 驚人的 好 那韋伯的目的 是去探索各種起源 那目的的英文叫Purpose Purpose 那探索是Explore 起源叫Origions Origions 那宇宙的各種起源 就是依宇宙的 星系的 行星的 是生命的起源 總共這四種起源 然後接下來 宇宙的這個叫Universe Universe 那星系的叫Galaxies 這個是星系的 那行星的叫Stars 沒有問題 那七月十二號 我今天錄影時間 是七月二十一號 這上禮拜的事了啦 他發表了五張影像照片 發表Release 好 那一旦望遠鏡儀器上的套件 冷卻完畢 就剛剛有各位看到 遮陽板打開 然後主鏡 一直冷卻 冷卻 冷卻 負兩百多度C的時候 就是這句話的意思 那套件 套件他這邊用到的是Sweet 那一套 那就是他有主鏡 有負鏡 那儀器叫Instrument Instrument 冷卻 cool down 冷卻 並且順利運轉 run smoothly smoothly 那各位LY是腹齒 它的原型是這個字 Smooth 各位他這個字念起來很像什麼 慕斯啊 我們在吃蛋糕 不是有那個什麼慕斯嗎 慕斯吃起來口感怎麼樣 很平滑吧 所以Smooth這個單字就是有平滑 平順的意思 Smooth 好 那天文學家立刻讓韋伯開始工作 Waste no time Waste這個單字是浪費 沒有浪費時間 然後趕快讓韋伯開 Put Web to Work 讓韋伯開始來運轉 韋伯能接收的光 全部紅色到中紅外線 各位這個 我是照著那個文章上面翻的 接收 他用到是collect collect 各位它是收集的意思 那全部紅色 各位這個又是什麼意思 各位這個可能有 帶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行去網路上Google 這個可能跟那個光譜有點關係 全部叫intire intire intire rentire 全部紅色到中紅外線 密的 密的就是中間 然後紅外線 infr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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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光譜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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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譜 OK 好 那這個波段的光 被大氣 地球大氣所擋住 這個 至於 這個 是有一些部分我看 就有一些部分我看了就沒有很懂了 總之 英文它是這樣講 來那波段 wave length wave length 這個波段的光 atmosphere atmosphere 各位這個是大氣 各位這個單字相當實用的一個字 它還可以講做班上 班級上的那個氣氛 氛圍的意思 atmosphere 擋住 擋住的英文叫black 擋住black 接下來下一篇 再配上巨大的鏡面 超大鏡面 這個giant mirror 這個是mirror 下一篇 遮陽板 遮陽板 叫sunshade sunshade shade有陰影 把它擋住 然後最快遮陽板 能夠阻擋太陽地球月亮 發出的紅外線 這個量為什麼長成這個樣子 好奇怪 來那個阻擋black 就是把後面擋住 然後往前看 發出 emite 紅外線 infrared 好不好 這篇文章看過去 你可能紅外線就沒有問題 大量出現 尾伯能產出所有望遠鏡 都望成莫及的高清影像 因為它非最遠 produce produce images 所以produce images images 各位這個單字 它是有影像的意思 影像 never before achieve 各位 achieve這個單字 它的原型是這樣 achieve這個單字 中文它的中文其實就是達到 就是之前沒有辦法達到 沒有辦法達到的高清很銳利 它這邊用到的是sharpness 這個sharp 這個單字就是尖銳的意思 非常非常簡單 你說尖銳的影像 就是高清的影像 第一張影像是天文學家說的 SMACS0723的星系團 為什麼要取得老神 天文學家 這個叫astronomer 天文學家星系團 Galaxy clus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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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ster 它有重聚的意思 故意的sok 社會的概念 然後接下來 每個星系的細節都非常的驚人 每一個 每一個它這邊用到的是 這個字 Indivision indivision 各位indivision 它主要它是由這兩個字組合起來的 divide 各位divide是什麼意思 分開 這樣知道 divide就是把每一個東西都分開 這個叫個人 個人叫indivision 好 Galaxy 細節的英文叫detail detail 然後很令人吃驚 震驚 震驚 這個叫stunning stun這個單字就是震驚 這個單字算好記 stun就是 當老師跟你講說你這顆死蕩 你的心情應該很震驚 什麼 死蕩 然後 有一點像是用高解析度來看這個宇宙 那the universe 這個宇宙 用什麼 high definition 高解析度高清 來看這個宇宙 好 接下來我待會搭配一下 它有解釋 它說中間的大型白色星系 屬於其中一個星系團 正中間它應該指的是這一個 白色的星系正中間 好 然後 belong to 是屬於其中一個星系團 cluster 好 然後周圍呢 是更遙遠的星系 各位 這更遙遠 遙遠叫distant galaxies distant galaxies 周圍 然後它周圍指的是哪邊 各位它指的就是這邊 就是這幾個位置 一個 兩個 三個 就是它的周邊 各位你仔細看有沒有 這張圖片它對應的是這個 它又把它放大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樣 延伸有個彎曲 然後有沒有這邊 有個弧度 它都彎曲了 特殊的弧形 很特別的弧形 那這個 stretching to 就是延伸 stretching to 延伸 那特殊的 spectacular 各位我們今天學到總共幾個 special單字 第一個 special 就是這個嘛 spec-tacular 你看喔 長得都很像 special spectacular 長得是不是很像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單字 這個單字叫 spectrum 好背嗎 所以special spec-tacular spectrum 那spectrum是官譜 有沒有 官譜看的就很特別 所以這三個字 各位可以併在一起記 那弧形 這個叫arx arx 有沒有 這每個都是弧形 然後還有這個也是弧形 他說彷彿透過放大鏡來看一樣 magnifying glass 那他主要就是說 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們自己去看 他說為什麼會是弧形 因為這些星系太遠了 懂意思嗎 那星系在旅行 從這麼遠的地方 那個光要跑過來 需要時間 所以他這個我這樣理解 應該是不同的時間過來的光 導致他變成一個弧形 應該是這樣 不是一個直線 因為他太遠了 好來 長句解說 來啊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an astronomer explains the stunning newly released first images 好那這邊 astronomer 天文學家 explain 解釋 stunning 驚人 release 是釋放推出 所以 韋伯太空望遠鏡 一個天文學家解釋 這個驚人的最新 newly是新嗎 新發表的第一批 各位這不是第一個 是第一批 影像 大家一次 OK The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team has released the first science quality images from the new telescope 這邊各位 quality 這是品質 science 是科學 image 是影像 詹姆是韋伯 為什麼是韋伯 因為他是現任 還是現任 應該是現任的 NASA的太空總署的 好像是主任 就是因為有他 才會有韋伯望遠鏡的一個產生 所以他就叫韋伯 哈伯也是一樣的道理 都是一個人的名字 太空望遠鏡的團隊 釋放了第一批 將近科學品質的影像 從這個新的望遠鏡來 這句也蠻簡單的 就順著看就好 In them are the oldest galaxies ever seen by human eyes Evidence of water on a planet one thousand light years away and incredible details showing the birth and death of stars 各位這邊我們斷句 這邊有道點跟end 所以我們就是先斷句 斷句後面先 各位它這個概念是 有A 有B 還有C 所以各位就是下次你看到這個 他就是你就知道 你看 1是這個 All these galaxies you've ever seen 這是1 然後2是這個證據 有水的證據 然後3是這一個 所以有1有2有3 它這個句的結構 好那我們先刪掉 我們先看一下1 所以這個1是 在這些照片裡面是 最古老的星系 Ever seen 從以前到現在 從未看過 By human eyes 人眼從未看過 最古老的星系 好 斗點後面 Evidence of water on a planet one thousand light years away Evidence是證據 Planning是星球 還有什麼證據呢 證據什麼樣的證據 有水的證據 在星球上有水的證據 那多久 一千光年以前有水的證據 那各位有水就表示有生命了 按錯了 好 那各位來下一句 And incredible details showing the birth and death of stars 那各位這邊有沒有看到形容詞呢 我把它變成白色 這樣子比較好了解 來形容詞各位你找找看 這個是名詞加上ing的一個形態 各位找到了嗎 練習找找看 在這邊 可以嗎 這個黃色線這邊是形容詞 來我先整句 我先順著講過去 Incredible這個是不可思議的 detail是細節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前面名詞 就是這兩個單字 這兩個單字中文翻譯叫做 不可思議的細節 好哦 那後面這邊黃色的開始 再補充前面的細節 什麼樣的細節呢 展示行星誕生跟死亡的細節 所以它有不可思議的細節 什麼細節 展示行星誕生跟死亡的細節 再倒著翻譯回去 各位這個英文就我這樣子認為 其實也不是這樣認為 英文最會讓我們產生閱讀困擾的 就是形容詞 所以你會發現我常常在講解影片的時候 我會很注重引導各位把那個形容詞把它找出來 所以整句我們再看一遍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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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利用標點符號這裡 這兩個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斷句 那斷句就是黃色部分這邊 那斷句我們這邊就先刪掉 然後各位這邊還有一個end 然後end是連接詞 end也可以先斷句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看的第一個區塊 那purpose 這是目的 explore 這是探索 然後origin 這個是起源 所以韋伯的目的就是要 is to 就是要去 中文翻譯 逼動加上to 就是就是要去 探索起源 這樣探索起源 接下來什麼樣的起源呢 各位這個就是補充說明 補充說明前面的這個起源 什麼起源 universe 這是宇宙 我看我沒有單字嗎 我看一下 有了 universe是宇宙 Galaxy是星系 所以宇宙的起源 星系的起源 星球的起源 以及生命的起源 四個起源 好再來 and the fine images are released on July 12, 2022 make it on purpose 各位有沒有看到行動詞 我們練習找一下 行動詞在哪邊 我一樣換顏色 我把黃色換成白色 其他部分刪掉 各位這個行動詞它長相是這樣 名詞後面 所以它出現了動詞加ed 或者是en 各位其實這個就是pp 過去分詞 past particle 過去分詞的一個概念 找找看 在這裡 各位 它的範圍就是從 各位image這個名詞 後面這邊不是加ed嗎 只是說各位怎麼知道是框到這邊 其實你第一個部分你要辦法辨證 一你要辦法辨證 二你還要知道框是框到哪裡 各位注意範圍 注意範圍原則上 注意範圍原則上就是框到動詞的前面 知道嗎 框到動詞的前面 所以我把黃色的部分刪掉 這個G它其實真正的核心概念在這裡 好吧我們先看一下單次 make good on 實現 製造好 在這裡 在這裡製造好的一些實現 讓它變成真 然後promise 這個是承諾 還有五個影像 呃 實現了這個承諾 這五張照片就實現了這個承諾 探索了四大起源 好來 那這個影像呢 是什麼樣的影像 release 是釋放 在7月12號釋放的影像 懂嗎 形容詞丟到後面去了 好來整句我們再看一次吧 web's purpose is to explore origins of the universe of galaxies of stars and of life and the five images released on July 12, 2022 made good on that promise 好下一句喔 once the suite of instruments on board all cooled down and were running smoothly astronomers waste no time in putting web to work 好那這一句一樣啊這邊有個逗點 各位逗點就是標點符號先斷句 好我們先看前面喔 那sweet的就是一整套 整套的啦喔 那instrument它有樂器有器械 這邊當然是器械 smooth 平順 所以一旦這一個套件 這一些機械的套件on board 就是在機器上 就是在那個尾伯望遠鏡上的機械套件 全部都冷卻下來的 並且都running smoothly 順利運轉 astronomer waste no time in putting web to work astronomer是天文學家 waste浪費喔 所以天文學家沒有浪費時間 put 放尾伯來工作 就是在開始讓它動工的意思啦 好下一句 Each of the first images contains enough data to produce major scientific results on their own 各位這邊單字多啦 content就是包含 各位這個單字還有控制的意思喔 像我們現在之前在看那個 新冠肺炎控制疫情這個單字也有控制 包含嗎 就要控制在裡面喔 那produce是製造 major主要的 scientific是科學result結果 所以說每一張第一批第一批影像的每一張照片 其實各位 各位你如果仔細看喔 這一句話它真正的那個 等一下我的筆 有出現了喔 各位等我一下喔 真正的主詞是這一個 因為這邊有介系詞 這是補充說明 所以each是每一張對不對 什麼的每一張 第一批影像 五張影像的每一張 都包含 所以它加s 各位有發現嗎 主詞動詞有沒有 主詞是單數 所以動詞要加s喔 包含了足夠的資料 來製造主要的科學的結果 on their own 他們自己每一張照片 自己都能夠有獨特的科學的結果出來 Web was designed to collect lines across the entire red to meet infrared spectrum with length of light that are blocked by earth's atmosphere 好來那各位這邊一樣呢 就有一個槓槓齁 那這個槓槓把它刪掉 那所以design 設計 collet 剛指頭打結喔 collet是收集 收集 又打結了 Entire 完整的 Infrared 是紅外線 spectrum 這是官譜 所以Web 這個是過去那個被動喔 被設計來來收集光 收集光 那這個光是橫框 cross是橫框 全部紅色到 紅外線中段的光譜的光 能夠看到這一些光 那哈伯只能夠看到那個範圍又更小 這是 所以他拍到的影像遠遠不及Web 望遠鏡 厲害厲害 來下一句喔 Wave length of light that are blocked by earth's atmosphere 各位那這個 wave length 是波段 black 是阻擋 atmosphere atmosphere 單字這樣唸 atmosphere 這個是大氣層 那這邊其實有個形容詞啦 各位那個形容詞它是在這個位置喔 這裡 名詞後面加上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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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等於形容詞的出現 所以那個Wave length of light 就是光的波段 那這個光的波段呢 怎麼樣喔 dada block被擋住 被地球的大氣所擋住 也就是說它能夠拍到的影像 這些波段有些部分是被地球的大氣層所擋住的 那現在微薄望遠鏡就能夠捕捉到之前被擋住看不到的光了喔 And with this giant mirror and sunshade blocking infrared ray emitted by the sun, earth and moon web can produce images of a sharpness never before achieved by any other telescope 好 各位在這邊一樣要逗點 逗點先斷句 好 我們先看前面喔 各位前面有沒有看到形容詞 有看到嗎 好 那這個形容詞的長相是長這樣 名詞加ing 各位你找找找看 各位練習找找找看 名詞ing各位出現在哪邊喔 各位在這邊 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好 各位還沒有結束喔 各位在這個黃色框框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第二組形容詞 再仔細看 來這個形容詞的長相是名詞加上ed 或者是en 也就是所謂pp的意思 仔細看喔 infrared 這個是紅外線 後面是不是出現ved 所以各位這是第二組形容詞 所以我們再把它刪掉 刪掉最後我們就先看 專心看前面這邊 先處理前面這一塊 等一下再來理解後面的形容詞 來 downshare的是遮陽板 所以有它巨大 mirre 這個那個鏡子 巨大的鏡面 還有遮陽板 OK好來喔 來先看第一個形容詞喔 blocking infrared rate 來這個遮陽板是什麼的遮陽板 阻擋紅外線的遮陽板 好喔再來喔 阻擋紅外線遮陽板 下面那一句開始補充紅外線 我打在這邊阻擋紅外線的遮陽板 仔細看 我們英文全部都倒著翻 遮陽板是sunshade 在這邊 blocking infrared rate 在後面 倒著 在那個順序倒著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有時候你中文全部都查出來 英文是看不懂 因為順序不一樣了 那個排列的位置已經不一樣了喔 好來 各位來 Infrared rate 紅外線 各位什麼紅外線 隱密的是發射 有什麼發射的呢 由太陽地球還有月亮發射的紅外線 所以各位整句是不是 由太陽地球月亮發射的 到這邊 各位這個字是形容詞 然後紅外線是Infrared rate 在這邊 又是整個交叉倒過來 可以喔 所以各位多體會一下 這個英文的句子 你形容詞如果搞定之後 在閱讀英文上就是 大概就是英文的任督二脈 打通 你就是會 看的就會很順暢 非常流利 其實再更久一點 其實當你閱讀越久 你就會越習慣 原來這是形容詞 要倒著修飾前面的名詞 這樣就會習慣了 現在就有 Web can produce images of a sharpness never before achieved by any other telescope 來 這邊有個before 而before就連結詞 介系詞 我們就先把它砍掉 produce是製造 image是影像 sharpness是銳利 所以 微薄可以 產生影像 of a sharpness never 就是 超銳利的影像 這邊是有個介系詞 介系詞也是在做補充說明 補充說明前面的這個字 什麼樣的影像 銳利的影像 然後這個影像是怎樣 never never before 之前從來沒有抵達過的 之前從來沒有抵達過的影像 有其他任何的望遠鏡 achieve 這個是抵達 telescope 這個是望遠鏡 OK 來就 The first web image the world's soul is of a galaxy cluster known to astronomers as smsmax0723 就這樣唸好了 來那 各位這邊名詞加上pp 各位就是過去分詞 這邊又有形容詞的出現 所以在這邊 整個黃色的位置就是形容詞 在修飾前面的信系團 所以我們後面先刪掉 那各位刪掉之後 各位這邊還有形容詞 來各位在這邊 就是名詞加上句子 所以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這篇文章形容詞很多 你如果發現 這邊文章的知識含量相當的高 有名詞加上ing 幾乎全部出現了 加上vpp 加上that 加上句子 各位出現這一塊 全部都是形容詞來的 這篇文章全部都有 對不對 這個是加上句子 各位注意形容詞的位置 有沒有 這裡 動詞的前面 所以就是框這邊 框列 把它框起來 所以這邊我們先刪掉 525 這邊先刪掉 所以第一批 Image是影像 然後Galaxy是星系 Cluster是團 所以第一批 微博影像 是怎麼樣 是一個星系團 第一張影像 它是一個星系團的影像 好 那the words 世界看到 就是我們看到的影像 好 這個星系團被熟知為 known就是知道 被知道 被天文學家知道為 SMACS0723 這個星系團 It lie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sky and is 5.12 billion light years from earth lighting 存在於 hemisphere 半球 所以這個是存在於 南半球的天空 南半球的天空 好吧 那有這麼遠 billion 是億 5億 反正就很遠很遠以前 這離地球有這麼遠 我們是看到了 The detail of the thousands of individual galaxies in the image is stunning 好 各位來我們把這個主詞動詞把它找出來 這句話那個主詞跟動詞離得非常的遠 各位其實很好找啦 我們就找這一些 有沒有 都是界隙詞 界隙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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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把界隙詞整個框起來 就是黃色的這邊 它都是在做補充說明 一直不斷在補充說明前面的東西 這個我們刪掉 深圳的主詞在這裡 Detail 所以這個細節是很驚人的 好來開始補充了 往前補充 來這個細節 Thousands of individual galaxies Individuals 是個別 個別 在這批影像個別的星系的細節 有沒有 全部都在補充說明前面 It is signed the universe in high definition Universe 是宇宙 Definition 是解析度 就是宇宙的高清版 接下來下一篇 The large wide galax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belong to the cluster and are similar in age the sun and earth 這個end 連接詞 刪掉 所以這句 各位這句中間有個界隙詞 界隙詞從這邊圈到這邊 所以真正的主詞是這個 動詞是這個 我們先把黃色的部分把它刪掉 有了 所以這個大型白色的星系 屬於一個星系團 這是整句話最核心的概念 blong to 就是屬於 接下來形容詞開始補充 In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Middle就是中間 在中間的星系團 and are similar 不好意思好相似 各位要similar這個單字很好記 就是sim sim卡 我們手機的sim卡兩章不都長一模一樣 知道吧好記 然後來那個相似 In Age 是那個年紀 太陽跟地球年紀差不多 好了 以上就是這一篇 微博太空間遠距 當然我還有這一篇 世界首條寧靜步道在台灣 非常歡迎各位的收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拜拜